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此信号 远端控制设备可以判断机器人是否在该规定位置 机器人系统最多可以设置10个参考位置 2.参考位置的设置及验证 1.参考位置的设置 依次按Menu菜单键 在Menu1中选择6设置选项 按F1类型键 在类型1菜单中选择6参考位置选项 将光标移至你想设置的参考位置 我们这里选择1号参考位置进行设置 按F3详细键显示参考位置详细设置界面 根据需要输入所需注视 将光标移至第二项 设置该参考点是否启用 按F4启用键表示启用该参考位置 按F5禁止表示禁用该参考位置 这里我们点F4启用键 将光标移至第三项 设置该参考位置是否为有效原点位置 按F4有效键表示该参考位置为有效原点 按F5无效键表示该参考位置为无效原点 这里我们点F4有效键 将光标移至第四项信号定义 指定当机器人到达该参考位置时 发出信号的端口 这里我们不设置 注意 当机器人在1号参考位置时 系统指定的UO7ATPERCH将发信号给外部设备 但到达其他参考位置的输出信号需要定义 当机器人在参考位置时 相应的参考位置1位置2位置3等 可以用DO或RO给外部设备发信号 这次我们还需要完成以下设置步骤 将光标移至DOO上时 可以通过F4或F5键在DO数字输出和RO机器人输出间切换信号类型 将光标移至DOO后数字位置 可以通过TP上的数字键输入信号序号值 信号序号值只为零时 该设置无效 视觉参考位置的方法有两种 方法一 视觉法 把光标移至J1至J9轴的任意一个位置上 按SHIFT加F5记录键 机器人的当前位置被作为参考位置记录下来 方法二 直接输入法 把光标移至J1至J1轴各个设置值的位置上 分别输入想要的参考位置的关节坐标数据 J1至J9轴正负号右蓝数据为允许的误差范围 一般不为零 这里均设置为1 点击PREV键 返回上级菜单 1号参考点设置完成 2.参考位置的验证 我们设置完参考位置后 需验证该参考位置设置是否有效 将机器人运行到1号参考位置设置的关节坐标例子 并按Menu菜单键 在Menu1中选择5IO选项 按F1类型键 在类型1菜单中选择7UOP选项 观察UO7的指示昂还是Off 如果为昂 则表示该设置成功 如果为Off 表示设置失败 进入参考位置设置界面 观察1号参考位置的范围内的选项 是有效还是无效 如当前点位1号位置 则该选项为有效 否则为无效 2法纳克机器人的红命令 红命令是指若干程序指令集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指令来记录 而调用并执行该指令的功能 在实际应用中 红命令的使用可以使整个编程更为简单 红命令既可作为程序中的指令来执行 通过视角器上的手动操作画面执行 也可以通过视角器上的用户键来执行 1. 红命令的设置方法 预先编辑好包含所需若干程序指令的程序 并验证程序 按Menu菜单键 在Menu1菜单中选择6设置选项 按F1类型键 在类型1菜单中选择5红选项 进入红命令界面 选择一个没有设置红命令的空位 先在指令名称栏中输入红命令名称 将光标移至对应程序栏 点击F4选择键 将光标移至所需程序 点击Inter键 将光标移至对应分配栏的两个横杠处 点击F4选择键 进入红命令执行方式选择菜单 在这里红命令的执行方式有很多 如MF、UK、SU、DI、UI及RI等方式 其中MF方式是最为常用的一种 将光标移至MF位置 点击Inter键确认 将光标移至对应分配栏的零处 输入未分配的MF号码 完成红命令的设置 二、红命令的执行 前面我们说过 红命令的执行方式有很多 我们这里重点介绍MF方式的执行方法 其他方法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同学们如果感兴趣学习 可以查看机器人说明书 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在编程需要查入MF方式设置的红命令时 需先点击Next键 点击F1指令键 进入指令菜单 光标移至8下一页 点击Inter键进入下一页 选择6红 进入红命令选择界面 光标移至所需红命令 点击Inter键完成选择 以上就是本次课所讲的内容 感谢观看